他说这个这样一个伦理国家呢 它和现代国家进入治理阶段 是相联系了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精神 就是你现代国家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 那么你作为民主国家的这样一个理念 它的形成它的全部基础什么 它就不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政治的暴力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这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 所以你这个国家的这个研究啊 你就要研究这个市民社会 对这个市民社会这个层面上 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 这样一个控制关系 这样一个控制关系 所以这个所以他就强调 他说在我看来关于伦理国家 文化国家可以提到最合理和具体的一点 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职能 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水平 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 他说学校呢是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 而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这样一个教育功能 就强调他的这样一个不同功能 他说因此最重要的这个国家 因此呢他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领域 他说在事实上呢 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 也具有同样的目的 他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 所以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 这样一个控制和这个反控制之间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关系啊 一个关系 那么他认为呢 他说市民社会活得国家的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从他的一个经济基础 变成国家的形式 他认为是资产阶级法律意识革命的成果 资产阶级法律意识革命的成果 这也就是说我们说现代国家 资产阶级他的国家是什么 民族国家是什么 是以法律为根据的 就是你只要是建立法治的这样一个国家 法律的国家 他本身会对意识带来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 就是说他就认为 他说资产阶级给法律意识带来的革命 以及由此给国家职能带来的革命 特别表现为服从的意志 因此产生所谓法律道德规范和国家道德规范 他说以前的统治阶级本质上是思想保守 不愿推动其他阶级向本阶级过渡 也就是说不愿扩大本阶级的实际和思想范畴 他们的思想形成封闭的等 他们的思想形成封闭的等级 资产阶级自视为不断运动的有机组织 可以吸收整个社会 把他拿入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范围之内 国家的职能因此得到彻底的改变 成为一个教化者等等 这也就是说什么 是资产阶级他就有这样一个信念 就是他的这个范畴可以更大 把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吸收进来 都可以成为他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 通过这个市民社会 把所有的国家的各个阶层都吸收过来 那么也就是说资产阶级 从革命阶段进入了一个治理阶段 在这个治理阶段上他有一个理念 他不是要和其他的阶级对立起来 而是要把其他的阶级 不管是封建的还是无产阶级 所有的阶级都要放到他的这样一个 理念的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使你能够去接收他 使你能够接收他 所以呢 在这儿他就讲什么 市民社会成为国家 是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 由革命阶段转入治理阶段 是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 他是现代新的国家文化的 这样一个创造 文化的创造 这就是他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 可以说在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个阶段 还不具备 但是到现在呢 他已经具备了 所以正是这样 他就强调什么 研究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 就等于要理解 就对于理解这个 职能的转变和现代国家的本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重要的意义 所以说你对国家的基本认识 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 所以他说国家等于什么 政治社会加市民社会 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加市民社会 也就是强制的力量保障的 这样一个霸权 也是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 所以他说如果把国家的学说 关于国家的学说 把国家看作是有意灭亡 和认为国家可以演变为 治理有方的社会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 就要研究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就是你要使你这个国家 治理有方的话 你就要研究市民社会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 政治国家的这样一个研究上面 政治国家的研究上面 这是从这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看 那么他说从空间上看 市民社会成为国家形式 是西方法达国家特有的 特有的 他说这种国家呢 和俄国的国家 形成了宣明的对象 对对照 就是说在俄国的国家 就是一切市民社会 处于原始的 尚未开化的状态 就是说你这个 整个这个俄国 它的市民社会 是不发达的 但是在西方的国家 和市民关 市民社会的关系 它是什么 它是相互补充的 是相互补充 所以他说如果国家 一旦动摇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市民社会的结构啊 它就会像一个防御系统 一样就挡住了 你的这样一个 经济的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还有一个广大的建筑 把你挡住了 所以他说国家 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壕沟 它的背后是 强大的堡垒和公式 这个强大的堡垒和公式 什么 就是市民社会 所以他说市民社会啊 可以抵御 有着抵御经济危机的 这样一个功能 经济的功能 所以他认为啊 在这个西方社会啊 你要研究它的 这样一个崩溃 和它的这样一个 控制它的维持 它的最关键的环节呢 就是要研究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啊 成为国家的 这样一个形式啊 在国家的结构当中 它是起核心作用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 他认为啊 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不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就说俄国革命 它是 因为它不是和这个西方不同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政治国家 你把它改变了 你的经济整个都可以改变 你政权整个都改变了 但是 即使你经济危机的话 经济发生危机了 那么你马上革命 就可以发 就发动起来 但是你在这个西方国家 它却不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啊 市民社会把你挡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不可能啊 这样发动这样一个革命 所以它认为啊 西方的国家呢 它说如果说这个 东方的国家啊 就是说俄国啊 它运用这个运动战 来夺取这个政权的话 它说那么西方革命 只能通过政地战 也就是说什么 通过夺取这个资产阶级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 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就是说你要摧毁 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夺取文化的领导权 你才能取得胜利 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呢 这点他就把这个 为什么这个西方 无产阶级革命啊 要走一条特殊的 这样一个道路啊 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不同于这个 俄国革命的道路啊 他就把它区分了 也就是说 俄国的这样一个革命呢 为什么它的这个理论 不能够使用于西方 就是它只适合于 它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形式 而不能适合西方的 这样一个社会形式 如果要说意识形态 有机意识形态的话 那么俄国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有机的 它适合了它的基础 但是呢 它如果把它放到这个 西方国家来了 它就变成什么 是一种随意的 抽象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了 就是变得不是一个有机的 而它要建立的 这个有机意识形态呢 就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是和市民 社会的这样一个文化批判啊 文化领导权的研究呢 它是相联系的 它是相联系的 这就是它讲的市民社会理论 那么这样呢 就我们在讲市民社会理论里面 就涉及到什么 就马上就讲到这样一个领导权 是吧 就自然地过渡到领导权 资产阶级呢 通过这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进入这个治理阶段啊 进入治理阶段 那么在这个治理的阶段里面呢 就是说它要成为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 那么它就要有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 也就是说就要研究啊 这个市民社会的国家 市民社会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问题 在市民社会这个国家里面 就是说市民社会这个国家的 市民社会这个方面 人旅国家里面呢 强调它的这样一个控制 控制的这样一个权利 控制的权利 也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在这个里面呢 这就是很明确 就是用这样一个 人旅国家之间的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呢 葛兰西是用领导权这个概念来表达的 领导权在这个概念来表达 所以在这个里面 他讲的领导权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 是文化的领导权 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伦理国家 这个领域里面讲的 而不是在政治国家 不是在政治国家 政治国家叫什么 叫统治 叫统治 而不叫叫强权统治 而不叫领导权 领导权所谓领导权就是什么 你能够引导他 能够引导他 所以他是一个教化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 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的这个概念呢 讲的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他首先讲的是一个文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就是说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啊 统治即然不仅要运用统治来掌握国家 不再要用你的强权来统治来掌握国家 而且还要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来掌握市民社会 使被统治者和其他的社会集团 认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 认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 所以他认为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是领导权 所以什么叫领导权呢 领导权呢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进行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控制 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 那么在社会结构当中啊 他认为这个领导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权利 为什么对于说他是一个相对社会的独立的社会权利呢 就是说他不是说你这个不是说他绝对的为这个统治阶级所具有的 你是一个统治阶级 但是你可以掌握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统治 就是说强权机器 但是呢你可以啊 你可以有这个领导权 有这个文化的领导权 你也可以丧失文化的领导权 你也可以丧失文化的领导权 所以他说这个文化领导权啊 既可以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掌握 也可以为不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掌握 他说如果这两者是一致的 两者是一致的 那么呢这个 他就说你的统治权 你的这个强权和你的领导权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啊 就是说你这个社会是完善的 如果说这两个发生了分裂 发生了分裂 就是说你这个统治阶级啊 当他不能和人民群众达成一致的时候 这个时候什么 他就不能发挥领导作用 也就是说你不能发挥领导权 不再具有文化领导权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广大的群众已经不认同你的意识形态 那你的意识形态什么 都已经过时了 是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 而不是现代的意识形态了 也就是说什么 你的意识形态啊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基础 已经没有信仰了 就是说你只仅仅是持有这个强权而没有这个 他说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权威的危机 是一种权威的危机 就是说你的权威已经被动摇了 已经被动摇了 所以他说同样的呢 不具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 如果行使了领导权 不具于统治地位的这样一个集团呢 他也可以掌握这个统治领导权 如果一旦他掌握领导权了以后呢 那么他就进而可以掌握统治权 就是他只要掌握了这个 也就是说他有了广泛的这样一个群众基础以后 他就可以掌握这样一个统治权力 就是说可以进入国家 所以呢他认为是否行使领导权 行使什么样的领导权 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 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他所选择的社会制度 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他把这个群众啊 对你这样一个信仰 对你这个意识形态的认同啊 作为一个尺度 作为一个标准 作为一个标准 可能你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控制呢 他不是以这个信仰为标准的 不是以群众广大群众为标准 但是你的文化领导权 你是一定要以这个人民群众的 这样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认可 为标准的 所以他就说啊 他就葛南系就说 他说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认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即统治和支持于道德的领导权 一个集团统治者他往往会清除 或者甚至用武力来征服敌对集团 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 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 当他行使政权的时候 就最终成为统治者 但他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 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 你要真正的领导 你要达到两者的统一 你不能说只有这个统治而没有领导权 没有领导权 如果是没有领导权 你的权位就发生动摇了 就发生动摇了 这是他的一个标准 那么葛兰西就这样呢 他就肯定了这个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 可以看到他是强调这一点 但是他在强调这一点 并不否定领导权要和经济之间的 否定这个领导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 是经济必要性的有机产物 是领导集团对某种经济社团性质的确定和选择 就是说你所选择的经济利益 是选择哪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 你可能选择的是少数统治者的集团利益 你也可以选择更多能的另外一个集团的这样一个利益 比方说资产阶级 他可能这个统治他选择的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经济利益 而不会选择封建的这样一个经济利益 所以还有一个对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选择问题 所以承认领导权和经济的这样一种有机联系 他认为就是实践哲学的立场 实践哲学立场 这和把人的一切活动归结为经济的这样一个经济主义 他说是毫无相干的 就是说这个不是说 我的所有的观念思想是由经济决定的 而是表示什么 我要进行文化的领导权 那么按照这个文化的领导权 我要选择什么 既然我这个文化领导权 是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是吧 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我就要有一个利益的选择问题 我到底选择哪一个集团 你这个社会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 那么你选择哪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你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基础 你多种经济嘛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 作为你主导的经济基础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 如果这个选择的不对的话 你可能就会伤识这样一个领导权 伤识领导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葛莱西那 他的领导权 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 而是包含着领导集团 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和能够把自发的历史运动 提升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 推动历史进步的 现实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 所以他强调着这样一个文化意识形态 实际上是什么 适合这个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能够把自发的历史运动 群众的自发的历史运动 提升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 它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和他的实践哲学的定义是一致的 可以说是一致的 也就是一个自发的和自觉的 这样一个革命的过程 这样一个革命的过程 所以他强调群众的这样一个自发性和领导的觉悟 他认为这两个应该是领导权的基本要素 领导权的基本要素 领导权的理论就是要研究啊 领导意识和群众的自发感情之间的关系 之间的关系 研究领就领导集团 如何能够有意识的行动 把群众的运动的由自发性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使群众的这样一个自发性提到一个有意识的层面呢 他认为啊 这一个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功能 那么一个呢 还要利用政党的功能 所以他就研究了知识分子问题和这个政党的问题 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讲这个知识分子的 那么既然要把群众的自发的 自发的这样一个运动提升为一个自觉的 有意识的水平的话 那就什么 首先你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队伍 知识分子队伍 那么在知识分子的里面呢 他把知识分子啊 首先他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划分标准 就提出来一个知识分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 既然这个知识分子你觉得是 文化的创造者 文化的领导权是吧 那么什么叫知识分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 首先他就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划分标准问题 他说格兰西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他说在现代社会以前 这个人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一些职业相关的 比方说教室的集团 或者说是什么哲学啊 科学啊 学校 就说你是就做这样一个 比方说你是医生是教授 你做的是一个职业 这个知识分子啊 只是衡量你这个文化程度的 这样一个标准 文化程度的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他实际上表明的是什么 是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身份地位 这样一个相关的 是一个相关的 所以职是指的什么 他所从事的职业而言的 从事的职业而言的 这个格兰西呢 认为啊 他说实际上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作为现代社会的定义啊 他不是和职业的划分相联系的 他不应该以职业划分 你是医生还是这个教授什么 而是以什么 你所行使的社会职能 就是说你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就是而不是说 你是在什么职位岗位上 他说以前这种 以这个职业来划分啊 是一种传统的这样一个 它和传统社会相联系的 而现代社会的这个相联系呢 它是要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 这个旅行自 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社会功能呢 它就叫什么 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所以他说有机识识分子呢 是从传统知识分子里面产生出来 也就是说 它是从一些传统的这个 呃 知识人里面产生出来的 知识人里面产生出来 但是它又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这个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 就是说 它是啊 它是认为有两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形成什么 知识分子的意识 有一种自我意识 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 不是说我在这儿 呃 有一个职业我就是知识分子了 而是有一个什么 所谓有这个知识分子的意识是什么 有一种知识分子觉意识 就是说你要意识到 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什么 社会职能是什么 这个它又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个知识分子它就是什么 要掌握文化的领导权 要有一种文化的批判功能 你在这个社会上执行的这样一个 文化的批判功能 你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如果你不执行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哪怕你是教授 你是医生 你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 因为它不是按职业来划分的 不是来职业划分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说除了这个自我意识以外呢 还必须有社会条件 这就是什么 要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产生的上层建筑当中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 就是说你这个知识分子 它是市民社会和国家分裂的结果 也就是在工业基础上啊 产生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分裂呢 它就要求知识分子在当中 起调节作用 调节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 它不是两个领域吗 那么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啊 是要靠知识分子调节的 所以知识分子的职能啊 就是在这种分裂的上层建筑当中 市民社会和国家分裂的这个上层当中啊 当中啊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发展 所以知识分子呢 就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啊 变成现代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